在今天新聞特別談到了 還有一件事意料之外 三星不是說它是全世界 第一個量產3奈米的嗎 但想不到人家台積電量產了 只是台積電點點不說 在今天消息竟然出來說 台積電其實近期也 早就頭片3奈米 這也是意料之外 對 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講一下 我有嚇一跳 那台積電怎麼不講呢 讓三星都要唱唱 娟姐妳就知道 因為她的客戶不給她說 客戶不給講 那就是蘋果嘛 蘋果自己要求她 絕對不能講的啦 三星客戶每次都她說對不對 她說得很大聲 說他們什麼3奈米多厲害… 人家我們台積電近期的頭片 你知道三星是6月底對不對 今天是7月中旬 7月20號 21 對 那近期就頭片不排除 也是在6月底7月初就頭片 但是都沒有說 那不知道 結果在今天消息出來 才嚇一跳說 3奈米也頭片了 對 所以說今天 其實整個半導體股都漲 那台積電跟聯電 聯電漲得比較兇 我們待會兒來講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先講台積電 給我們怎麼樣 大驚喜 那這個我覺得 意料之外 我覺得我剛才除了講說是 客戶不給講之外 還有一個重點是怎麼樣 其實華人都比較含蓄 因為韓國人就是很拚 最後一天 他說要超車我們 超車 量產 必要比台積電早 他說上半年最後一天宣布量產 我說實在的 如果他是6月30號量產 我們是7月2號那又怎樣 對啊 而且他的手 跟我現在插嗎 他的手機都沒出來 如果傳出來 這是自己採用 所以重點是客戶 對嘛 你的三奈米客戶是誰 是自己嘛 還有一個什麼 中國的加密貨幣 這第一個不知道是誰 第二個現在加密貨幣 而且說真的 現在加密貨幣廠商 哪有什麼大量 現在大家誰在挖礦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叫宣示 宣示的味道 可是 這是在半夜自己吹口哨壯膽 我們真的厲害是我們台積電 因為我們的客戶是蘋果 我們三奈米的客戶是蘋果 蘋果說你不能說 等等 還有誰呢 英特爾 所以說大家知道 蘋果最新的祕密武器 應該就是Mac Air 這台MacBook的Air 這台很輕的會用M2 然後iPhone14 基本上應該還不會用到 這個三奈米 所以我認為M2的芯片 就會是怎麼樣 今年跨明年 最重要的秘密武器 可是還沒開始賣 但是它已經可以投載 一定做得出來的對不對 那台積的三奈米 是用什麼技術呢 仍然用騎士 我們知道三星已經用GAA了 在技術面上 我們是不是比較落後 不會 我覺得其實技術面是這樣 我們是用怎麼樣 我們先用三奈米來打造 然後跨到二奈米的時候 我們又可以超全 才要拚GAA 對 才要拚GAA 所以等於說 我們是量產有東西要做 東西都在做 那如果說在2024年的時候 要拚2奈米的時候 我們又可以跨到前面 所以我覺得是 我們是什麼 站在腳步上繼續往上走 好 說實在三星印象都是穩張穩打 對不起 台積的印象都是穩張穩打 好開心 我們台積電三奈米也已經投片了 另外一件讓我們開心的事是 晶片法案過關了 對 大家都覺得 晶片法案過了 你應該是說 台積電比較好 那為什麼今天 台積電可以拿到至少48億不是嗎 對啊 他可以拿到很多錢 那可以有補助 那比較好 問題是在於說 今天聯電 曹董跟這個宣董都錢了嘛 那都出來講話說怎麼樣 我根本不想要這個補貼 根本不想要補貼 他是拿不到還是不想要 因為這要在美國設廠才拿得到 他沒有在美國設廠 他拿不到 他會吃不到葡萄酥 葡萄酸 大家都會這樣想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我們來 你看他們的這個內容裡面 我覺得其實 第一個滿有道理的 第一個就是說 曹晶特就說 聯電過去也可以拿到很多補助 可是他寧可不要 為什麼 因為他不要政府的資源 不用政府的資源 就可以賺錢 我不用受到政府的束縛 好 政府的束縛是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這一次的金面法案 其中有一個中國護欄條款 就是如果你拿美國的錢 你就在十年內不能再到中國 去投資 設廠 擴廠 甚至更新 對 所以說宣明師也在說 如果法案只能在美國只能用 村下都不能用 所以他現在就講 搞不好他就講 要經過景氣的春夏秋冬 我覺得他要講這個 搞不好聯電現在是秋到冬 一個在景氣的谷底 他股價已經修正很多了 主要是這樣說 好 所以在今天其實很多人說 沒拿錢的 反而不見得是壞事 有拿錢的阻礙重重 設限很多 那這個設限會讓 之前在大陸有大投資的三星 在大陸有大投資的英特爾 可能產出壽阻 對 沒有錯 那訂單會不會轉單 我們等會來做討論 好 第二件事情 應該說第三件事情 我要問一下 艾斯莫爾的財報怎麼回事 艾斯莫爾在今天為什麼 突然間降財測呢 我覺得艾斯莫爾降財測 這是利空還是 其實你如果看股價就知道 它不是利空 我先跟他講 唯一的是股價是漲的 股價漲 可是阿關你知道 它波段已經跌了45% 我一直講 這邊的半導體就是利空側底 它宣布了出來不好 它已經跌了45% 宣布出來開始反彈 第一個 股價是利空側底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 消息宣布呢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說 在於這個全球的供應 電源烏爾戰爭 所以艾斯莫爾的財測是這樣 現在貨轉缺 我出不了貨 可是他的執行長一告訴他 他說我們只是怎麼樣 延後 就是我沒有辦法在今年出貨 不是我沒有訂單 是因為有很多料缺 所以出不了貨 那這些訂單會到明年 也就是營收是遞延到明年 而不是需求減少 對 那這邊其實也有分析 在解讀的時候說 那這樣的就是因為 今年有可能怎麼樣 手機跟PC下半年需求衰減 可是由誰來補上 由這些所謂的高速傳輸 汽車機面補上 所以這個營收會減少 但是遞延到明年OK 為什麼 如果現在他艾斯莫爾機台 全部都出了 晶片就怎麼樣 晶片全部荒就解決了 太多的晶片就過剩了 所以反而稍微慢一點出也好 對 稍微慢一點出 控制一下 繼續有晶片荒 我們不是都希望有晶片荒嗎 所以這個反而是利多 好 所以這不是利空是利多 這不是利空 第二個就像阿關講的 中國大陸也是 中國大陸去美國也跟什麼 艾斯莫爾講 艾斯莫爾 你不能出貨到什麼 中國 所以不只是你拿美國的補貼 你不能在中國做生意 艾斯莫爾也不能出貨 對 所以說其實為什麼 我們看到今天包含這些 成熟製程的聯電 世界先都漲得比較多 為什麼 因為過去我們在中國 中芯 上海華麗 它的年生率都很高 都在擴草 為什麼 中國用的車用的半導體 都要用他們自己的 但是如果這一次艾斯莫爾不能出貨給他 美國的晶片法案 又要限制中國的時候 聯電 它現在沒有在美國做生意 它就怎麼樣 有可能坐三 望二 望一 就拿到這樣的優勢 所以我認為台廠的這些所謂的 成熟製程反而是今天漲的原因 好 為什麼成熟製程 在今天反而漲得比台積電多 就是因為互排出 因為這個所謂的 中國護欄條款 讓聯電有轉單效益 我們來看一下股價 對 那股價我這個時候到底應該買聯電 還是應該買台積電 我覺得就現在 因為台積電佔上500 畢竟佔上一個重要的整數關卡 是 但是我們一直提到一個重點 如果以現在的籌碼來講 聯電的籌碼是比較漂亮 來 我們來看聯電的籌碼 你看 聯電在這裡 投信買 外資買 融資減 融券增 全部都是多籌 漂亮 全部都是多 但是如果你款過頭來 你如果看台積電 好 來 台積電 你看 投信買 外資不買對不對 融資減 融券也沒什麼增 小增 對 所以我認為短線來說 如果以籌碼的角度來講 聯電會優於台積電 聯電優於台積電 對 它的漲幅可能會比較多一些些 那再來就是說 整個現在的半導體系列 我覺得大家去看籌碼面的話 這些融券增加比較多的 你都要可以特別留意 包含漢磊 聯電 旺宏 其實都是籌碼在 現在只要融券去放空的 就容易被嘎 對 那反而你說台積電 長這麼多了 其實融券已經開始在回谷了 所以現在也在醞釀 嘎空行情 對 醞釀嘎空行情 所以最後我幫大家準備 就是說如果在這一波 如果你去看 像上禮拜我就講旺宏 他說它的這個 所謂的一個大陸的產 已經開始怎麼樣 開始往車用 往工業互聯去走 那六月份已經說是成長百分之十 你看 這邊是怎麼樣 融券開始低檔開始增加 主力開始持股 那重點是叫什麼 它的所謂的 我們說的這個 成長率 利潤率是什麼 直線往上 所以整體來說 我認為這樣的一個半導體 可能比較有補漲的空間 好 我們來投一下票 到底該買聯電 還是買台積電 還是都不買呢 認為應該買聯電的給差 買台積電給圈 放中間式兩檔我都不買 請舉牌 好 現在到底該買誰呢 好 我們來看到 認為買聯電的有兩票 認為買台積電的有兩票 朱老師說都不買 朱老師說都不買 我覺得你如果看好這個產業 我覺得倒不如去買IC設計 因為IC設計比較活潑 對 因為它之前疊更深 如果既然要談的話 那IC設計理論上 應該會談更多 好 來 威良 我覺得台積電這邊來看的話 外資有開始回補的壓力了 所以基本上應該還是有續航 今天我們要來談關鍵戰役 很多關鍵戰役是生死存亡 一線間 我們先談美國晶片法案 這當然是對半導體而言的 關鍵戰役 這520億的晶片法案 到底能不能順利過關呢 而代工廠現在被逼著選邊站 為什麼說被逼選邊站呢 我們來看新聞 在今天特別談到 其實初步的投票已經過了 美國參院通過了520億美元的 晶片補貼法案 但還是需要多輪投票 才能正式通過 而多輪投票就在今天晚上 所以明天台股開盤 就會知道結果了 那麼剛剛為什麼談到 對他們而言現在是選邊站 因為這裡頭 設了一個中國護欄條款 所謂的中國護欄條款就是 如果你拿美國的補助 那麼10年內 你不能到中國去投資 不能到中國去設廠 那原本的廠恐怕也不能更新 那麼對一些像三星 像英特爾在大陸廠非常多的 影響很大 那麼對台積電的影響多大呢 好 所以我們請陳妍帶我們來關心 美國晶片法案應該會過 因為初步的投票已經過了 基本上從今天盤面 個股的表現來看 我認為是一定過關 已經提前展開慶祝行情了 你64比34嘛 那你中間產生變數 然後在整個翻盤的可能性 我覺得不大 所以你看今天台積電 開高 磁瓶 雖然尾盤掉一點點 但我覺得問題不大 然後你看像漢磊 華邦店 創意 環球金跟環球金跟補貼有關 對 這個絕對有關係 未來 而且整個金源產業 美國的金源產業 如果動起來一定有力 好 那我們特別來看一下 其實基本上當然大家也知道 補助這個520億 重點 我覺得是畫紅線 未來十年禁止在大陸新建 或擴建也不行 擴建新進製程的工廠都不行 你只要拿了美國的錢 你就不能到政府去做生意了 你不能私底爬外 對不對 當然我覺得更重要的事情 是什麼 更重要的是說 到底過關的機率 因為你加了這一條 當然加了這一條 我覺得過關機率大很多 但我先講第一個 大家應該記得那個 裴若曦的老公 對不對 早就知道 對 人家早就知道 過關了 這一輪 我們在看這個美股的表現 第一 揮達7天已經漲了12% 不是才投票攤過嗎 你應該投完再大漲 對不對 我跟你講 他買了500萬 很可怕 而且人家說可是他 那一個禮拜賺多少 可是不是裴若曦買 是他老公買 他老公怎麼會知道 他老婆在想什麼 這個我也得跟他請教 因為我從來不知道 我老婆在想什麼 我不要講廢話 反正過關的機率非常高 但關鍵是 他增設了中國護欄條款 那麼增設中國護欄條款 對三星 英特爾 台積電 這些都囊囊好 補貼的廠商而言 到底誰的影響比較大 好 當然第一個 我們先來看這個 大家想的是台積電 對不對 我們先來看台積電好了 基本上大家會覺得說 對台積電可能會不利 可是我要特別跟大家解釋 因為台積電實際上兩個廠 在大陸一個是南京廠 一個是上海廠 我們仔細看一下數字 去年12吋賺122.83億 只佔台積電整年度營收的2% 只有2% 好 上海廠佔多少 你看8吋去年86.19億 才佔1% 而且各位別忘了 當時台積電要去中國設廠的時候 中國的專家講了一句 他講什麼 你這個高端的來壓我們低端的 這不公平的市場 這不是當初 這是本來後來今年他要去擴廠的時候 對 要去擴廠的時候 中國的學者是反對的 對 反對的 所以你們不要來 你來的話你會透過低價 打壓我們的半導體 傾銷 我看到他還用傾銷兩個字 我覺得這個沒道理 不過我覺得這樣的狀況是OK的 反而也沒有影響 因為這樣因禍得福 台積電沒去擴廠 那麼現在大陸的投資越少是越好 越好 當然這當中我們看到對三星 我們來看一下三星 那對三星呢 三星也是要拿補貼的 沒錯 其實三星的影響 我覺得會非常非常大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如果大家注意去看 我們節目以前就講過 三星的西安廠 當時來大家看影片 它是最先進海外的晶片的生產基地 月產能是25萬片 而且今年底或明年 它的200層堆疊的Name Fresh 記憶體就要開始量產 你知道最近 記憶體出現的一個問題是什麼 供過於求 所以預計第三季會降價8到15% 如果說真的它會被限制 甚至未來10年 過了10年 你現在這個是很先進對不對 你知道未來10年 如果你都不能更新的話 現在很先進 過兩年就落伍了 以後這就沒什麼了 你知道這種晶圓代工 變化的速度 進展得非常快 所以你看到這個威剛 本來應該是往下走的 10拳 宇森 現在我們大家說撿到槍 你隨便愛怎麼開就怎麼開 其實跟這個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真心如果拿來美國補貼 那麼它在大陸的Name廠 很有可能就不能夠更新了 那不能更新的Name廠 到底對它影響有多大呢 對它而言是佔它所有營收比重 就是Name的營收比重的三成 佔全球的全世界的15.3 所以它的量非常大 那這個量如果受到控制 受到限縮 對台灣的地院廠 對其他地院廠 就是利多了 對 是利多 那我們來談Intel Intel應該是這一次補助 會拿最多錢的 其實這裡面我覺得最尷尬 據說它光光的520億 就可以拿到200億 沒錯 然後如果那個所謂的 研究費投資抵減 這個部分如果再加上去 很有可能拿到300億 對 但是對Intel來講 我覺得是最尷尬的 因為你剛才講 它可以拿到這麼多錢 200億 又200億 又300億 可是實際上 我要特別跟大家說明 雖然說過去Intel 把大聯廠賣給海力士 可是它還有兩個封測廠 成都的封測廠 還有上海的封測廠 而且它封測廠都很大 都很大 而且本來 其實2020年5月 它又在大陸的 又增加大幅度的一個投資 而且我們去看它整個 包含大陸跟香港的營收 我們注意看一下這個數字是 202億 202億 一年 所以它到底是要拿補助 還是要犧牲這202億的一個美金 那這202億到底 這樣它所有的營收數字多少 非常的驚人 10到15%左右 這個數字是很多的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還有一個關鍵是什麼 別忘了它的對手是AMD 那AMD目前 AMD不會受到限制 因為AMD不去領520億 沒錯 它領的會是未來的 研究費投資抵檢 好 所以對AMD來講 它又可以透過海光 大家記得它有去投資海光 所以它可以透過海光 去進入到甚至擴大 它在大陸的一個規模 那我們知道繪圖晶片 AMD跟Intel是死對頭 沒錯 所以如果Intel受限 AMD可以大展拳腳 那中國市場可能會被它拿下 也就是此消彼長 所以我才說Intel是最尷尬 當然到底會不會過 除了我們剛才講裴洛西之外 應該會過 還有一個重點 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 因為原本其實共和黨的議員 強力阻擾其中一個關鍵 它就是因為你不是要跟富人徵稅嗎 你還要跟企業徵稅嗎 這個部分據說民主黨要把它拿掉 所以就妥協的結果 就是為了規面法案 可以退讓 沒錯 所以你願意把它拿掉 我就讓你過關 好 規面法案過關 對台灣的半導體股而言 會不會是大利多呢 基本上我認為是大利多 為什麼 因為不只美國的產能會擴大 一定會受惠之外 還有台積電本身 它的產能擴大一定會受惠 所以在這裡我大概分 我把它分成三個部分 一個是ASIC跟IP的部分 另外一個是設備的部分 還有是上油矽晶圓 那矽晶圓的部分 當然很明顯受惠 因為全球的半導體產出 一定會上來 而且環球晶才剛要到美國去生 沒錯 所以你看像環球晶 這幾天的股價 其實連續1 2 3 4 5 連5紅了 那當然台勝科也會有受惠 但這兩個來講 我覺得環球晶受惠的程度 會比台勝科還高 對 再來設備的部分 我們最近也看到確實很明確 像中砂的部分是 持續性的一個掛 已經站上季線 你知道之前半導體廠都說 如果規面法案沒過 那我的擴廠速度就慢一點 就會變慢 我本來要在什麼時候玩工的 我就慢慢來 沒關係 那對設備廠當然是有傷害 那現在你如果可以拿到錢了 那就幫他趕工 而且一定要在2024年前 要趕時間 要趕時間 因為2024年開始量產的話 也可以拿到40%的補助 沒錯 你每晚一年就晚10%的補助 對 補助會變少 所以加上中砂在鑽石碟 這個部分有它產業的優勢 所以股價相對變比較強 再來帆軒的部分 也是當時要讓美國去設廠 一個非常重要的指定廠商 所以這兩天的股價也有上來 那再來就IP的部分 因為很簡單嘛 你只要半達別產能再擴張 IP廠的部分一定都會受惠 所以像創意其實已經連續的 往上噴也站上極限 M31的部分也上來 所以在這當中 我是建議大家可以去關注一下 創意的一個部分 因為創意是最早反應的 最早反應 我也是最早講的 這個像我們某一個鐘琳 他都會說我在什麼時候 我記得我有講過 我記得我也是有講過 對 有 我有講過 就在這 而且各位看到就是說投信 其實最近在這個股票的操作 相對積極 當然基本面的部分 就我們講AI 5G這一塊 還有7奈米 5奈米的製程的案子 包括它營收的成長率 非常的穩定的情況下 獲利也很穩定的情況下 接下來這個案子擴大 對它應該會很有幫助 好 我們來投一下票 美國晶片法案過關在即 那麼一旦過關之後 對半導體是重大利多嗎 台積電要越過500 就靠這個利多消息了嗎 請舉牌 我們看到1 2 3 4 4票都說是利多 就容許給差 容許為什麼給差 這雖然是 難道錢總是好事吧 這雖然是利多 不過這個其實市場 其實有事先預期 所以你看這個消息 是在盤中的時候就知道了 但是你看台積電的一個股價 其實到12點過後就開始往下跌 今天除了說這種狀況之外 其實台積電周邊的一個供應鏈 表現也沒有多好 我們看這個8028的升陽半 這個是不是台積電的一個供應鏈 你看今天的一個股價走勢 其實是弱的 好 容許健 你不要保守 在剛剛最近消息 是埃斯莫公布了他的財報 他的第二季財報表現不錯 營收是往上成長創下新高的 但是全年的營收 之前他說預測會成長20% 現在往下修正了 換句話就調降財測 現在往下修正到 預計大概是成長10個百分點 往下修正10個百分點 我們來看目前在 期貨盤 埃斯莫爾的表現 目前是下跌0.8% 目前是下跌0.8% 這個消息對明天台積電 會造成影響嗎 我認為影響不是很大 因為最近的訊息出來的話 市場通常不會把它解讀得很偏空 因為現在是一個反彈波 所以反彈波出來的時候 你看不管財報多壞 大家都覺得這個沒有比預期的壞 財報好就覺得非常好 所以其實現在 因為現在的一個行情 是反彈波的情況之下 市場的一個信心稍有回復 所以對於利空的一個解讀不會很大 就像蘋果一樣 蘋果它昨天不是講說 它明年要三減支出嗎 但股價有大跌嗎 也沒有 但其實這個影響是滿大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 這個蘋果它是唯一品牌手機裡面 沒有調降這個銷售量的 如果連它都這麼講 表示就是說狀況其實 不是大家想得那麼好 但是在反彈波利空比較鈍化 對 對整體的半導體而言 你還是看空的 但是對艾斯莫爾的消息 你認為影響不大 我的看法是跌聲會有反彈 但是反彈起來的時候 我認為到滿足點的時候 可能就又會再跌 好 我們回到台股今天最重要 要帶你來關心的是 在今天最新的國態調查 民眾的看多心態是非常淡薄的 在7月份有52.9%的民眾說 未來它是看跌 超過五成的民眾是看跌的 認為未來半年的台股應該不妙 可以確實創下疫情後的新低點 不過在今天呢 倒是守住了一萬四千七百點 但整個台股是虎頭水尾的 剛才提醒您在今天開始一起結算 SANA反而在今天總計賣超了22.07 其實進出的數字並不大 我們來看在外資的部分 外資是連四賣 賣超30C 台積電一度飛越500 當然中廠沒有收在500之上 但至少試圖要突破了 所以我們來問一下 老師 你看台積電在今天有小買 對 小買400多張而已 那美國規面反案過關 它應該有機會過500吧 如果我今天說台積電來PK台積電的話 阿關決定在那裡閉會 因為這是蓬勾跟甘脈不一樣 對啊 那台積電的話 大家都是它富國生產 可以做定存股 朗朗上口 那再加上說它的EPS跟 它的毛利率的話 那未來五年的能見度非常高 非常清楚 但是各位 你有沒有講過一句話 我們的股市在充滿希望中破滅 所以我們來台積電跟台積電 做一個比較 那我們要講的時候 一定要有貧有寄 那我們投資股票最主要做什麼 不然你買台積電 拿來跟台積電比較的意思是 買台積電不如買台積電嗎 買台積電比買台積電好 對啊 買台積電不如買台積電好 對啊 那也就是說我們來試試 為什麼 理由是什麼 它的報酬力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 如果台積電你大概10.5元以下來買 就10塊錢來買的話 那以它每一年我們可以估它毛利率 大概現金殖利率 或是它的總殖利率大概有6% 那為什麼6%呢 以它今年上半年的話 它每股盈以0.53 所以它今年大概可以賺到1塊錢 至1塊1左右 所以將來的話配個7毛錢或6毛錢 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你要每一年的話它有6% 如果乘以5年的話 它的報酬力就是30%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講到價差 也就是資本利得這一塊 那如果10塊錢漲到14.5的話 那它的報酬力45% 那各位你要了解 它前6個月賺0.53 那個彰化銀行才賺0.5 兩個都是銀行 那你怎麼認為它會漲到14塊半呢 你為什麼假設會漲到14塊半 15塊以上那也時常可以見到的 它後利都沒有比它好 所以你認為台契銀在10塊錢附近也不一樣 對 它為什麼這麼尾期 現在11塊多是因為它去年 去年的話就是有那個 護行航空等等這個倒閉 體力呆帳今年不一樣 今年之後不一樣 那我們來看台語電 所以你把資本利得再加上它的殖利率 另外它的報酬率 5年之後75% 有75% 這個機率非常高 甚至於這邊是護利的 護利的會更高 那台語電的話如果你500塊買的 那如果漲到750塊 那應該我們一般的股民不會罵我吧 漲到750塊嘛 對不對 那它的大概可以賺50% 那資本利得比它更好 但是以目前來講台語電的 現金殖利率大概2.5% 但是我們用2.5%去乘嘛 5年12.5% 那時候加起來的話62.5% 那這個 它這個是6% 負利之後會更大 這個只有2.5% 這個負利比較小 那如果我們不算負利 不算負利 單純這樣計算的話 你認為台積電的投報率 也是高過台積電 對 沒有錯 這個只是給一般投資人 一個思考的空間 雖然說我們這個 那老師你看美國晶片法案過關 對台積電而言 500塊的關卡就不是關卡了吧 我認為還是一個關卡 還是一個關卡嗎 對啊 你看以目前來講 台積電的話 現在扣底的位置已經 從它的最高點 慢慢扣底的位置越來越低 季線的扣底 所以這個將來 應該計算變會 由空轉多 那我們看台積電的話 不管A線跟季線的話 緩壓都非常重 那我們再來看它籌碼 那籌碼就很可怕了 以目前來講大概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的話 各位這個地方500塊 為什麼公不上去 你看這個地方有200萬張 也就佔我們整個的籌碼的話 大概有9.1% 那這個第一個要先公過去 這個大概到525 所以有200萬張是成交在500塊的 所以我要越過500 我一定要先突破這200萬張嗎 525塊 那這邊的話大概525塊 一直到575塊左右 所以575一定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對 這個190萬張 那很可怕就是575塊以上的話 有677萬張 那佔30.5% 那各位你想想看最近的話 我們看到國安基金要來戶盤之後 你有沒有看到外資大量的買台電 因為我找不到理由外資去買台電嘛 除非我剛才講到了 除非我們的殖利率來到 10元請美國公債 殖利率來到1%以下 那個外資才有可能來買它 所以你從籌碼面的話 這個不好 就是不容易 好了 籌碼太多 對 對 但是它有支撐啊 這個地方就它的支撐 就支撐在哪裡 將位在哪裡 當然支撐這兩個都是它的支撐嘛 因為它已經揚過這個 大概500塊左右 但是以目前來講 我看起來應該是國安基金 進場戶盤它啦 沒有的話 整體來講 400塊應該很容易破啦 但是現在的話 整體來講 所以433短底已經確認了 我真的不一定 這個要站到最後 國安基金跟外資之間的 對決 對撞的時候才知道 因為國安基金剛出來嘛 你以前我看得到保抵儀嗎 保抵儀剛才很厲害 三個月 剛才一個人才打100的人 三個月之後一個人 可能打一個人不一定的了 那國安基金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對 國安基金的續航力值得觀察 對 那老師你認為這個時候 什麼樣的個股最有續航力 那我們說 解鋒概念股嘛 解鋒概念股有很多 包括觀光嘛 還有那個我們的航空嘛 但是有很多的解鋒概念股 它本身來講 現在為止不是沒有獲利 就是獲利也不是非常好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解鋒之後 它的獲利現在不錯 將來會更好的 就是我個人認為 就是工業電腦 那工業電腦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大家 紅寶漲翻了 對 這個都漲翻了 116% 這個你看這個所有的技術變都是 不管記憶線跟列建的話 都往上揚嘛 這個都是一個兜頭排列嘛 那這個都超過一倍 紅寶和台銀 從低點漲上來超過一倍 人家A級好啊 盤1也漲了2.8% 3.6% 廣基漲了4.1% 微強電漲了24% 對 這個A級好 這個以第一季還是戶的 所以這當然 這個台銀 那第一季的話賺不到三秒錢 那這種已經漲超過一倍不能追了 對 所以我說實際上 你看一下這個漲41% 這個漲36% 這個漲最少 所以要去找最少的嗎 對 微強電 微強電的話你看一下 它前第一季的話賺1.39% 1.39%的話 那你 因為它去年的話 因為有切料的關係 所以它的營收不是非常好 但是它在去年的12月份 已經改善了 你看營收大幅度的 從這個71億了 那以目前來講 我們看第二季的話 跟去年的第二季大概成長1.84% 那第三季的話 尤其7月份之後 它的營收應該會大爆發 那所以你看一下 它整體來講的話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看到A線跟G線 跟五日金線 十日金線的話 有一個糾結 那我們看到前天的話 它一個紅黑胖漲停 那現在的話 應該做一個稍微休息一下 我個人覺得後面 很有機會挑戰它的 拖斷的高點 55.4元 這個高點 好 這是鄭老師的選股方向 不過既然我們談外資 我們快速來掃一下 外資到底在今天賣什麼股票 我們聽聽觀眾朋友 外資在今天賣超第一名是中鋼 中鋼最近外資和頭銜一直在對坐 那麼賣了一頭拉股的金融股 包括余山金 富邦金 台興金 中興金 同時也賣了航空股的華航 賣了遠東興 傳產股的遠東興 是在今天賣超的個股 好 不過我們還是要來投一下票 因為在今天台北股市受到 台取籍結算的影響 表現相對是落後其他亞洲股市 那麼現在目前 大家都認為金片法 有機會過關的樂觀氣氛之下 明天台股有沒有補漲的機會 請舉牌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輸人家 明天是不是要補回來呢 我們來看 一二三票圈 一票差 一票在中間 來 中鋼 基本上今天會壓下來是 今天是台詞結算 對 所以我的意思說 這個結算壓下來的部分 明天是不是要還我們公道 有可能 因為你今天結算完之後 外資是不是開新商對不對 它新商開出來是 五千多口的多單 所以如果說它是看多的話 這個地方應該就是 頂多就是震盪一下 震盪一下應該是還有機會再上 中鋼你看 這個波段會漲到哪裡 對於這個波段反彈的空間 你怎麼拿捏 其實我們先抓 那漲差不多800點 我們先抓1萬5千點整數關卡 1萬5 對 1萬5這邊整 因為就像台積電500一樣 都是整數關卡 這個地方先做震盪 那500會過 500 我認為應該有機會過了 所以拐點要來了嗎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三星第一季在高階的手機 晶片的部分呢 竟然超車了台積電 這是拐點嗎 特別是葉倫要風塵浦浦去韓國 而且要拉三星拉LG 來壓台灣的台積電嗎 三星第一季又贏了台積電 現在大家在看 晶片的存亡是不是就看晶片法案 所以大家非常關注 今天晚上的美國晶片法案 在今天要表決 業界開發非常分歧 有人說會過 有人說不會過 在今天晚上就要投票了 當然過與不過 對這些半導體製造商 特別是要高額捕捉製造商 關係重大 這裡頭影響最大的是Intel 如果沒有過的話 現在半導體業者已經放話 特別是美國的廠商放話說 可能會外包亞洲代工廠 就是我們也不想在美國自己做了 我們乾脆外包就好了 那外包會外包給誰呢 沒有人知道 另外就是我們看到 葉倫他們怎麼說 他怎麼說呢 他說美國太依賴台積電了 凸顯了南韓晶片產能非常重要 他現在要拉韓壓台沙中做得到嗎 所以我們請昌星帶我們來觀察 今天晚上最重要的 就是美國晶片法案 對 所以我想 今天的這個美國晶片法案過不過 其實攸關於整個半導體的產業 是否是往美國進 還是說從美國往亞洲退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雖然今天只有520億 可是今天各位可以看到 所有台股的這些跟半導體相關的 不是開高走低就是頻盤震盪 所以大家在等 大家在等 大家在等一個什麼東西呢 Intel到底能不能佔盡優勢 我舉例 假設 假設不過 菁姐你覺得對台灣好還是不好 假設不過 對台灣當然也不好 沒有那麼 但我們在美國設的廠就拿不到補貼 不是這樣說 台積電在美國設的廠 根本還沒有有產量出來 根本還沒有營收 所以那個是一個大的戰略計畫 假設沒有過就表示說台積電 獨大的機會往前又邁進一步 假設過的話它就是被壓縮 所以我認為台灣在 過的話是被壓縮 當然啊 但是我們頭已經洗一半了 拿不到補貼怎麼辦呢 拿不到補貼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本來就有我們自己的產能 我們不是要靠美國的這個 5奈米的產能在出 但如果拿不到補貼 我們美國廠有可能了解 有可能會了解 但是你如果在做 其實我覺得做也是了解 說起來做也是了解 所以我們今天不要管台積電賺不賺錢 這件事 我認為是 Intel在這邊能不能把自己撞到 我覺得是晶片法案會把它撞到 還有一個就是說 除了我們現在講到的美台關係之外 更重要的是怎麼樣 美國自己在內戰 就像 美國自己在內戰 我們看電影什麼英雄內戰 大家很多人都要英雄對不對 現在英雄有兩派 有兩派超級英雄 一派是什麼 自己有設廠的 比如像Intel這些美光的 他自己有設廠拿到補助 這是他可以直接拿到補助的 可是Amedia 輝達 這些所謂包含AMD的 他沒有設廠的 他就拿不到本來的補助 所以他一塊錢都拿不到 一塊錢都拿不到 所以本來是說設廠的補貼給他 所以今天的工房 這還有一個是這個 如果說不要用設廠補助 是用什麼 租稅抵免 所以設計晶片 能夠有所謂的稅收的抵免的話 那對於輝達來說 他就可以拿到這一塊 所以我認為其實美國在這邊 現在先不說別的 產業界也在內戰 就是產業自己在內戰 不是只有產總兩院 對 議員 對 所以等於說產業在內戰說 今天第一個520要不要過 第二個說要不要補貼這些設計晶片 而沒有真正投廠的 如果投廠有補助 設計晶片沒補助 那這些所謂的高通 包含這個Amedia的 不合 所以說表示說現在 在今天晚上要定奪的 就是這兩件事 照昌信的說法 如果沒有過對台積點不見得是壞事 因為一旦過了之後 拿到最大餅的其實是英特爾 沒有錯 那英特爾拿那麼多 就可能英特爾因此而壯大 對整個產業界版圖而言 也不見得是好事了 但我們回頭來看 那你認為會過還是不會過呢 其實我覺得會不會過 就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美國這一塊 其實一定要尊重拜登 拜登你看 韓國也會過了 葉倫 韓國也會過了 他就是要聯合韓國 所以我認為接下來的重點說 這個法案我覺得過的機會 你不給錢人家幹嘛跟你聯合呢 對啊 不是這樣 而且中國現在在施壓 是啊 所以韓國你不要去 那現在美國要看到底 給多少幼兒給多少餅 人家才決定要不要去 是啊 我覺得拜登其實心裡 在想一件事就是說 我老美做這麼多事情 我給這麼多錢 我為了就要打敗中國 大家知道其實中國在這五年間 大基金花了3000億的人民幣 幾乎也大概是500億的 這個所謂的美金 才能夠把這一波的什麼 中國A股的這些半導體市場 拉起來 但是他現在還在成熟製程 先進製程沒有 那為了什麼 往前再往上拉 所以美國這一次的補貼 是要把什麼 根了美國 所以我認為大家去看 這一波如果大家有去觀察的話 整個全球半導體市場 是中國最強 反而是台灣跟美國 是落後補漲的格局 所以我覺得這一波 補貼應該會過了 我要補充一下 為什麼韓國會左右為難呢 最主要是如果你拿 美國的補貼 你十年內都不能再去中國設廠 這是美國的補貼條款裡頭 非常重要的一個款項 那也就是說就此來看 它當然是針對中國 你接左手拿我的錢 你右手又去中國投資 那是不行的 所以只要你拿我美國的補貼 你就再也不能 在這十年內 再也不能去中國投資了 那對韓國而言 它要不要去設廠 對啊 所以說其實除了三星之外 英特爾這次也是跳出來講話 英特爾說 不能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不能去中國設廠 所以說英特爾出來也是反對這樣 不能去所謂的 中國設廠這個條文 所以今天晚上的工 但是這個晶片法案 就是要檢止中國 就是要殺中國的 對 所以說這個也是說 其實就是兩難 你要嘛就是全部防堵 我給你什麼 我給你補助 要嘛你不過你可以去設 可是你沒有任何補助 所以我覺得英特爾在這邊 其實也面臨了這個兩難的局面 反正據說英特爾 可以至少拿到三百億 對啊 所以說這個三百億 其實一投下去 我覺得呢 對於台積電的這些所謂的威脅 英特爾就能夠怎麼樣 能夠擺脫 其實這一波裡面 英特爾算是半導體裡面 疊最多的 所以你看英特爾 也慢慢的墊上來了 所以我認為大家去觀察 如果沒有過英特爾會漏掉 所以其實這一波 都觀察的重點真的是在 放在英特爾上 但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現在非常明顯的 不是只是要殺中國 而且他是要拉韓國 押台灣 殺中國 我為什麼說他要押台灣 你不要以為他對我們台積電很好 葉倫現在封城沈默 要到韓國去 口口聲說的是 我們不能阿哥哥的台積電 希望韓國能夠幫忙 希望韓國產能能夠到美國來 所以他不斷的在討好韓國 是啊 所以說各位可以看到 說實在的美國爸爸 其實他都是兩手策略 你台積電OK 我扶持你 你起來了 可是你現在半導體的分合太多了 各位可以看到 接下來的韓國三星 所有新的機器 包含S22接下來的Ford3 還有我們看到這些折疊機的 都會怎麼樣 用他自己家的晶片 自己家的晶片 自己生產 所以現在第一季出來 高階4奈米5奈米的先進製程 比我們先了 所以他的份量就要大幅提升 所以各位大家到了保證就60 我再次強調 比較離譜的是 他去年第一季只有占8.6% 這是5奈米以下的先進支撐 三星只占8.6% 竟然想到今年的第一季QOQ 他現在從8.6%成長到60% 而且超過了台積電 所以三星內部認為 這是他們的拐點 這是他們的黃金交叉 我覺得不一定 但是我覺得如果說以安卓機來說 有可能 為什麼 因為安卓機的S22真的賣得很好 因為他是自己出S22 手機部門下單是用晶片部門的 所以他這60%是下單給自己 對 而不是全部 所以大家第一口 你聽到這個不要被笑說 哇 三星怎麼那麼厲害 超過台積電 我們才40 對 其實不是 我們之前去年第一季是91% 好 那再看看 掉到40% 我覺得這個是以韓國三星的S22來說 但是如果以整體 我覺得他是以高階 以高階來說 所以整體來說 如果說你要看所有的資產率 測量70% 那大家特別要注意就是說 5奈米就是像阿關講 4奈米 5奈米的高階的部分 除了三星用自己的之外 他的手機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廠商也用他的 之前高通通也太壞 對不對 他的這個良率不好 發熱又高 所以打掉給台積電做 但是如果有部分的產能 撥給三星 那就危險 我懂了 所以我們的量會到 第一季以後才出來 因為我們也是在第一季以後 才開始陸陸續接到一些包括 高通的單子 好 所以後續還不知道 對 現在還不知道 今年的成績單後面才知道 對 我們來看他們的股價呢 我覺得大家一定要特別留意 基本上這種法案出來之前 有一些人就會先跑 比如說我們之前講 生涼半導體對不對 拉上去了 這波很厲害 投信出給外資 投信出來外資買 所以我建議這邊 如果看這生涼半導體 是這一波半導體最強的話 那就表示這一波叫做反彈 又不是回升 也表示說拉上去出貨 所以反過來 我今天教大家 待我們選股的機會 上面的小星的話就是 之前有講 借券賣出很多 然後都沒有回補了 就要小心 可是機會我給大家一個 樓上的小先生 連電 利基電 剩陽半導體 就是借券很多的 對 那機會是什麼 如果借券有回補的 我們今天就當純看籌版 借券回補的就容易漲 比如說旺宏 借券有沒有 賣出開始回補 那這個就有機會往上拉 我單純就設個所謂的愁眠眠來講 外資現在做兩種動作 如果他買超 借券會回補 那相對是比較強勢 我們看2337的望虹 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算是 半導體類相對比較強勢 是 他也連續漲了好幾天 我們看一下K放 下面先看借券有沒有 他之前一直借券賣 賣到賣賣掉了 結果借券全部回補 回補了之後 今天就拉 這邊幫我放外資 不要放借券賣出 外資就開始買 所以我認為現在反過來 你是買低檔的有機會的 高檔的他 右上角的他反而會出 因為是反彈格局 拉太多的會出 低檔的有機會 大家可以留意這樣的 半導體的機會 但大家最關心的 仍然是台積電 因為剛剛被常心 什麼一說之後 我就開始有點沐沙沙了 因為我們一般都認為 美國金面法案過關 對我們台積是大力多 但剛剛你也說 不過也不見得是利空 我們就不沙沙 因為現在大家一般都認為 過關的機會比較大 最主要是因為 裴洛西的老公買不少 那裴洛西的老公呢 因為他是神操作 很多人說這到底是 內線交易呢 還是投資天才呢 因為他之前買的都大賺 所以這一次他又買了 大概500萬 對 賣了500萬的 而且就是在金面法案 現在即將要投票之前 我們來看他過去 他去年買什麼呢 買蘋果 亞馬遜 特斯拉 維圓 大型科技股 當時國會在針對 反壟斷法案的監管對象 正在進行討論 那他在之前就買了這些公司 表示他認為監管的這個事情 對這些公司不會影響 他已經知道了 所以他進去買 結果大賺 拜登提供電動車補貼錢 補貼錢先買 他好像也先知道 他就買了百萬美元的特斯拉 你看多厲害 對 微軟獲得美國國防部 AR作戰頭盔訂單錢 他就去買了 對 微軟你看他總是在 重大消息之前好像先知道 包括去年7月 奈菲宣布要進軍遊戲領域 刺激了股價之前 他也先去買了 所以這一次他也先買了NVIDIA 很多人就說應該會過 那應該會過台積電 對股價而言還是大利多嗎 我們現在有裴洛西 裴洛西真的很厲害 現在在美國還有出一個 裴洛西的投資組合 就對一倍就容易拉 聽說他的投報率 比巴菲特還厲害 對 基本上 他去年就要50幾% 50幾%快60% 巴菲特都沒那麼厲害 而且他都是一次重壓 而且都是重壓科技類股 那這一次我請大家注意 他是6月17號去買NVIDIA 輝達的什麼 選擇權 什麼意思 如果沒去就歸零 就是沒有漲是歸零的 所以他壓很重 他賭很大 所以他這一波不只賭會過 還會賭會補貼到這些NVIDIA上面 他在賭是賭這個 因為這些廠商在挨 所以什麼都沒有 對 所以他是賭會過 而且賭這一次的補貼 對 會補貼這些設計廠 包括IC設計廠也會有 對 而且他是賭很大 你賭越大 反差越大 你賺的就越多 而且他不是買正股 他是買股票選擇權 大漲的時候他還可以翻倍 所以我認為 如果照他之前的壓法 其實蠻有可能的 他之前累積投報到90幾% 所以這幾年壓什麼中什麼 而且科技類股漲很多 他都中壓 所以很多人都說 你到底是不是insider 就是內線 我覺得只要議長下來 就會被吊炒 現在還在議長中對不對 如果他太太議長下來 他老婆還在做議長 對 絕對會被吊炒 所以如果比較可能是過關的話 那台積電到底還有沒有 利多激勵的效果 我覺得其實如果過 因為被你講的 我們也搞不清楚 到底算不算利多 我個人的想法 因為EC會拿到最多 我們會拿到 但他會拿到更多 對 我覺得 如果真的拿到的話 其實對台積電不是那麼好 因為你看到台積電 今天包含到外置為止 他沒有說因為壓寶而中壓 那第二個 我們說反彈到了 五百塊的天顯的觀看 接下來的重點就是說 會 阿關你講 你有沒有利多對不對 那會不會台積電 因為法案過了 賺了更多錢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是讓Intel 更有超車他的機會 我自己是這樣解讀 所以我覺得如果沒有過的話 可能反而比較有機會 我們來投一下票 到底晶片法案會不會過 那如果壓會過的話 對台積電而言 一旦過關 股價的激勵效果 各位怎麼看 請舉牌 認為激勵效果很大的請給圈 我們來看到有 一票兩票四票差 只有兩票給圈來 朱老師 大家都認為過關是大力多不是嗎 對 基本上我其實是認同 昌星的說法 但是為什麼我舉牌 我覺得國內的投資人 基本上還是把這件事情 認為是台積電的利多 可是昌星其實分析的是對的 一般可以拿到錢總是一件好事 對…可是很簡單的得利 一開始一百二十億 只要可以拿四十幾億回來 問題Intel拿那麼多 從頭到尾都是為了Intel量身訂做的 只是說又怕排擠到這些外資來投資 所以就雨入均沾 但是Intel一定會拿最一大 但是就國內的投資人來說 基本上還會是把這件事情當作利多 所以我舉牌的原因是這樣子 好 但鎮華給差的 長線來看的話台電不會收到這個 因為它並不是因為法案 或者是某一個政策賺錢的股票 它是一個其實偉大的公司 但你問我這邊收不到的激勵 我就要考慮一點 就是說你看你從433彈上來 你已經彈到500塊附近 你的頭上面就是一條季線看到沒有 你已經漲了這麼多 然後你跟我講說 這個對它有沒有幫助 我就覺得激勵不大 如果你在上個禮拜出現這個新聞的話 我覺得對它絕對有激勵 可是在這個禮拜的話 因為你已經彈服這個地方就有打折了 所以他型面還要看他出現在技術面上的 什麼位子 對 出現在這個500塊 反壓關卡在前的時候呢 就算有利多 也不見得有機會讓他直接一舉越過 這是鎮華的看法